兼任国民党主席的马总统对于立法院长王金平的党籍假处分案决定不再抗告 国民党立委乐见政治的纷扰将趋于平静 但是民进党团要求马总统必须先向全民认错道歉撤换隔魁 并且开启朝野对话 清明党则希望马总统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才有助于国家的和解 而政治学者表示目前只能说流血现象暂时止住 马总统要在党内重拾威信或马王之间要重建互信 还必须双方进一步的接触和对话 行政院长江仪化四号才在立法院和王金平破冰会谈 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接着又在五号中午 透过党发言人表明 不会对王金平的保全党籍假处分案再提抗告 国民党立委认为马英九总算听进了党内的劝说声浪 乐见政治纷扰将趋于平静 但是民进党党团总召柯建民 仍坚持马总统必须先向国人道歉 撤换隔魁以及进行朝野对话 否则仍不会让行政院长上台进行施政报告 亲民党团也支持借朝野对话来化解对立 建议马总统可以到立法院来进行国情报告 但有学者表示马总统要重建威信 以及和王金平之间恢复互信 并非短时间可以达成 国民党内纷争必须要先平息 才有助于国家真正和解 目前只能说是让这个流血的现象暂时先止住 目前可能还谈不到说所谓的恢复的阶段 恢复的话可能双方都还要有更多的善欲的举动 而马阵营释出善意也还要看王金平的态度 五号上午王金平针对与江云化在立法院会谈 发出声明稿指出这是好的开始 他也希望政局早日安定 希望行政院能广泛听取各界意见 并且与朝野立委深度对话 他愿意促成 马王两人下一步如何互动 仍然是全民关注的焦点 记者台北综合报道